来自三个小时要来看的是 这家乡的卫生素在在日前 已经开始为医药接近国産的高端疫苗 民众进行博物 平常时刚才是从亚伯开始 来为民众接近以后生之外 现在也特别来开设的亚感梦境 博物在时爱上班的民众 博物不需要为到注射 更多爱情感 这家卫生素 日前开始为有医药 国産高端新冠危险疫苗的民众来博物 对有不少的民众 秦翁接近以后 这家卫生素代理主任陈雅文的表述 这家卫生素除了并使于 有开设新冠疫苗 疫苗接近以后 晚上也有亚感的民众为民众 今天我们卫生所打的是 那个高端疫苗的第二场 在烟草馆这边 那大概预计到 有增加业诊的部分总计会 大概是390位左右 那其中大概有四成是在35岁以下的这个年轻族群 所以这个年轻族群在这个接种上 看起来是相对踊跃啦 那在这边要利用这个机会 那呼吁我们的乡民 可以多多利用这个1922这个平台 来做登记跟预约这个动作 那也鼓励民众说 就是有疫苗就打 我们不要挑疫苗 然后呢提供自己的保护力 那也提供整个环境的保护力 除了有亚感 这件来是在国陕各端新冠肺炎疫苗的 少年族群也是不赢 但台地主任就表示 这件35岁以下的少年族群 就有重点四成 所以也是会有各位民众 有疫苗就打 真早提升 准备的防护力 社群新闻中音声底下响 彩虹报道 最快与最慢的结合 原本就充满的话题性 它是最快的高点 连接最慢的五分车 要以沽通南面为中心 这个区域啊 要变成是地方文化惨略的肌肉 才有可能带动这个都市的发展 現在最慢要蓋上就叫我來 我們在大廠的時候 同學都坐這個三萬歲 所以這個要懷舊 也就要有這個舊的 你如果要坐這個就要讓人家庭 這樣才有意思 待會兒我在這裡大演 就是要把這家庭鼓勵 兩到五千萬不能再叫大堂出來 前瞻一算 人給人家庭好了 就給他開玩 要去給他看好